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手小白入坑流行键盘必看指南系列第一期 我是搞知情音乐键盘手曹宇 本系列这个本着帮助大家这个快速的入坑流行键盘研究的这个领域 将保证以下几点 绝对干货内容 内容详实 不空洞 不花大营销 不误导观众 完全免费高质量 绝对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钓鱼行为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这个能够永久持续更新 如果能够跟着我的这个更新进度呢 你那个一级一级的学习练习的话 相信不久呢 就能这个掌握这个流行键盘演奏的这个各种技巧 各种风格 本期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呢 是关于这个新手 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第一台键盘 这个大家家里如果有这个钢琴或者入门电子琴的话 你当然可以拿来练习 但是呢这个功欲善其事 是必先利其起 有一台专业的电子键盘乐器呢 这个一定能让我们这个学习效率啊 事半功倍 其中这个附带的这个 海量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功能呢 还能这个大大的拓宽我们这个 这个音乐上的这个视野 这个市面上销售的这个专业的电子键盘乐器呢 大致上就可以分为四类啊 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数码钢琴啊 Digital piano 这个数码钢琴基本上有两类产品啊 一类是这个面向家用的这个数码钢琴 这类乐器的特点呢是这个功能比较简单 音色也很少 基本上也就十种大概十种二十种这样 它这个结构呢就比较类似就是我们平常在家里用的这种历史钢琴的这种结构 也比较容易搬运嘛 当然重量肯定是比历史钢琴要轻得多 现在一般呢手感做的都还比较接近真钢琴的感觉 手感都还可以 就是说你拿来弹古典弹大曲子问题也不太大 就不用担心把它弹坏了 比较亲民一点价位啊 比方说这个3000到4000块钱的型号呢 比如说有那个Yamaha的这个P128等等这种P系列 那个Kawai生产的这个ES110 这个ES系列都是不错的这个选择 另外一类则是这个面向舞台演出用的 结构上就不存在这种就类似的历史钢琴 它有个架子嘛 没有架子 这个音色功能上呢 这个以及操作上会有比较接近这种专业和人器的这种功能 就会它会有和人器的各种旋钮啊 对吧 你可以调调和人器的那个ADS2是吧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那种 就是 嗯 就是你有的音色 有的还可以你从那种最基础的波形开始创建音色嘛 就完全就是个和人器嘛 这种专业的这种舞台电钢呢 这种的音色种类也比较多 音色相对这种家用的电钢琴来讲呢 就是相对更逼真啊 更专业一点啊 就你拿来就是做音乐的话啊 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比较亲民一点的型号呢 比方说这个 Cog D1 嗯 这个这台琴其实功能非常的少 就是它是我个人感觉它是介于这个专业舞台电钢琴和家用电钢琴之间的这么一个产品的感觉 就它的功能也比较少 音色也不多 但是它这个造型呢非常的这个便携啊 这个专业的型号 比方说这个 YAMAHA的这个CP88对吧 然后是罗兰的这个RD2000啊 这个就很贵啊 这个RD系列的 RD系列当然它那个也有便宜的 就是低层次的型号 这个还有Cog的这个SV-RS 以及它这个Grand Stage 光看这个外形就知道它的价格了 这种级别 基本上你买到手呢 就是就等于这个一步到位了 这个你就已经拥有了这个最专业的这个音色 手感 还有它这个强大的功能 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个编曲键盘 Ranger 这个编曲键盘就很像我们这个我们国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啊 在国内普及的这个电子琴考级用的这个电子琴 这个只用左手能演奏和弦呢 就能触发这个自动伴奏 这个编曲键盘的功能呢 就是那肯定会比你我们之前就是小时候弹的电子琴要更加强大 这个音色也更专业啊 那一台就基本上可以出这个一整支乐队 甚至是这个唱片专辑里面的那种伴奏效果 就正是因为这类乐器的产生呢 让这个商业演出这个领域呢 这个键盘手的地位就更加吃香了 一个人就干完了一个乐队的活 而且老板只用付一个人的工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贝色鼓手啊 这些等其他的乐手就更加的没饭碗了 这个千元价位的这个清零型号呢 给大家推荐一下 比方说这个亚马哈的这个PSR这个SX600啊 等这个PSR系列啊 就是你可以买PSR这个SX600呢 就是其实就已经是专业 专业级别里面比较入门的型号了 然后音色功能也够了啊 然后还有COG的这个PA700啊 这个 700 600 300都都行对吧 以前我还在用的500 500其实已经很强大了 我到现在都没有换新的啊 整这个PA系列都是这个不错的这个选择 然后高端的型号呢 比方说这个 对吧 你就往旗舰型号上看吧 这些型号本来都是从旗舰型号那个阉割下来的啊 这个亚马哈的这个Genius 对吧 然后那个COG的这个PA4X 这个钱包够的朋友呢 你这个充值到位啊 这些旗舰型号就能给你最好的这个手感 音色 还有这个最好的这个演奏体验 这个演奏编曲键盘呢 其实也是这个我们就是每一个这个流行键盘手的这个必备的这个技能 其中的理由呢 其实包含这个很多点 比方说会有比别的乐手 拥有更别的乐种的乐手 比方说他别的乐器的乐手吧 拥有更多的这个演出赚钱的机会 因为大家懂得嘛 老板想要效果 老板的预算是什么呀 对不对 所以说最后还是你一台一个人拿了一台琴 就满足了老板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需求啊 这还有呢 就是他这个内置的这个各种风格节奏呢 还有这种海量的这种音色 很多音色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这个 平时这个练琴啊 帮助那提升乐感对吧 练琴一个好工具啊 你完全可以不开节拍器了 你听这个节奏挺好的 开节拍器你也不能感觉到那个律动啊 还能透宽我们的这个音乐视野啊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琴你别说它很方便 就是正是因为它方便 所以它会有一个很可怕的弊端 就是物极必反嘛 对吧 因为这个自动伴奏这个功能 太过强大了啊 只需要你这个演奏和弦的 就能出来这种非常专业的这种伴奏效果 会让人产生一种幻觉 就是自己感觉我拿到这台琴 我什么都会了对吧 我我自己非常的全能 我什么风格我都会啊 我一按那个风格 我就对吧 我就我就我就自动就会弹了对吧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自己这个非常的全面啊 我就是这个全能的乐数 我非常的强大 我什么都会 事实上呢 这个可能这个演奏者自己并不知道啊 自己并没有掌握这类风格的演奏技巧 比方说里面自动伴奏一些拉丁的那些伴奏对吧 就大家一按那个一个和弦的自动拳出来 其实时间你会不会谈呢 也不会谈 所以说如果这个不好好练习啊 这个你离开这个工具呢 这个就什么也不是啊 这个工具越强大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切记工具越强大 人就会越懒惰越颓废 你不好好练呢 你离开工具什么都不是对吧 这就是他这个物极必反的这个缺点 而第三个呢 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工作站系列 工作站系列workstation 工作站这类琴呢 他一般他附带的这个音色呢 一般都是这个每一个厂家 他自己最好的音色 这类琴设计出来呢 基本上是为了服务这个音乐制作 这个音乐制作领域使用的这种琴 所以他带的这个音色呢 都是这个旗舰级别的这种高品质音色 而且同时这些琴呢 都带有这种非常强大的合真器功能 各种旋钮的 你可以调adsr 你可以各种对音色进行那种 各种各样的花样 你可以去捏它对吧 还有辅助这个创作的这个爬音器功能 这点这个和那个编曲键盘的自动伴奏很像 很类似 就你按一个和弦 它就可以自动出发这个各种那个 自动这个演奏或者自动乐队伴奏 这种这种东西 以及与这个电脑的这个DAW整合的各种操作 控制功能对吧 当然是因为它这个 用有这种旗舰级别的音色 所以很多演唱会上呢 也会拿来当这个舞台键盘来使用 就是把它替代了这个舞台电钢琴 然后还有很多键盘手 就用来替代乐队编制中这个没有的乐器 比方说这个吉他 或者是管乐或者是弦乐都可以 甚至是这个用爬音器来做现场演出 这种也是有的 就是说比方说 但是你如果用爬音器做现场演出的话 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全员可能都得带接拍器 这个 这个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亲民的 比方说这个YAMAHA的这个MOXF系列 这个还有那个MODX系列 这个MOXF呢 这个系列呢 这个我个人给它详细的讲一下 就是它这个系列 它拥有这种 就是咱们上一代的这个YAMAHA的这个MOTIF XF的这个音色和功能 就是它这个音色基本上是一致的 你就是你用过MOTIF的XF 你会发现这个MOXF的这个音色呢 跟它 列表上一模一样 弹起来也一模一样 听起来也一模一样 其实这两台琴其实没什么区别 主要一个 一个是旗舰型号 它给你的这个 配的这个东西呢 就配件更好了 琴键手感更好了 琴键做得更好 然后按键还有各方面这个用料做工更好 对吧 然后这个MODX系列呢 这个拥有这个现在这一代的旗舰型号的这个Montage的这个音色和功能 就是说它基本上跟Montage也差不了多少 除了它少了少了一些它这个有一些part select的这方面的功能它给阉割掉了 其实我个人更喜欢这个MOXF 主要是因为这个MOTIF XF的这个音色呢 比现在这一代这个Montage的这个音色呢更入我的耳 就MOTIF XF的这个音色呢 其实它非常的经典好听 就是也是这个这么多年这个话语乐团流行音乐里面出现频率最多的这个音色了 而且现场演唱会用的特别多 所以它很经典 而且很悦耳很好听 这一代的反而是Montage的那种新的采样呢 反正听起来 就感觉个人感觉没有那个MOTIF XF的这个音色那么悦耳 这个而且这个MOXF如果作为现场演出的话 这个音色切换分割键盘是非常方便的 这一点所以说这一点就比那个MODX要好 MODX它就把那个part select给精简掉了之后 你去做那个切换音色的时候 你就只能触摸屏上去去点 其实我没有完全没有那种就是那个 其实我个人感觉没有那个按键啊更舒服 我个人来看来啊 而且更主要是因为它这个价格非常便宜 就是说大家就是如果你想体验到旗舰级的音色 那它肯定是一个首选的一个东西 而且是个它的61件版本 MOXF6重量非常的轻便 这个另外呢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更简化的一个型号叫MX61 MX61也是这个价格更便宜的一个 MOXF6的一个替代品应该是更便宜 而且它MX61呢其实它 其实它继承的是这个MOTIF XS的这个音色 跟XS的音色是一样的 所以说它这个MX61呢 其实如果你预算更少的话 你完全可以考虑一下 对吧这也是这个很便宜的一个 演出创作两部分的这个便携工作站型号 接下来讲的就是那个COG加的东西了 COG X2 第二代啊 这个型号其实也很便携 而且还带打击电 就还可以触发这个U盘里面的这个音频 就各种各样的玩法 它有那种sequence的模式对吧 主要是它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它有各种那种非常酷炫的这种颜色 外观这外壳的各种型号可以给你选 就是说如果你带出去演出的话 其实还是蛮抢眼的 就演出外观党必备 Chrome呢 Chrome EX这个定位呢 跟这个YAMAHA这个MOXF MODX很像啊 都是这个继承旗舰型号 Chronos的这个音色和功能 有更适合工作室做音乐用的很多功能 就是有一些这个Diw控制啊 对不对 然后支持这个宿主调应它的音色对吧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罗兰的这个 Roland家的东西啊 罗兰家比较亲民的型号 比方说这个XPS30 XPS10 以及这个JunoDS 617688 对吧 这些系列都是偏向于这个演出的一个型号 而且它跟其他这几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你可以自己导入这个外部采样 就是拿U盘就可以导入 然后就是把这个导入这个采样呢 就可以变成音色 就可以可以弹了 这一点就很强大 就是说很多人很多有网友自己去把亚马哈的那些钢琴 别让我喜欢亚马哈的钢琴 别让我就喜欢这个亚马哈的这个 嗯 嗯 亚马哈MUXF的第一个钢琴对吧 我喜欢这个我把它参加一下有些网友自己做下来这个把这个音色做下来之后呢就是导进去呢导到那个罗兰里面去 就让罗兰那个琴也弹出的也是这个效果啊 这个就是说那个而且还也带打击电啊 然后也可以触发这个U盘里面的这个音频啊 要喜欢导弹的朋友 你买这个罗兰这个也是可以的 而且很就是现场演出也很方便啊 旗舰的这个工作站型号呢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吧 就是估计我觉得买得起的朋友比较少啊 就是更多人会关心这个更亲民的这个型号 那比方说亚马哈的这个Montage 对吧 不用讲了是吧 Motive的XF是吧 这个都是亚马哈最好的音色最强大的功能啊 这个紧凑设计里面的这个最好的手感 因为他还有亚马哈家最好的手感没有放在这些工作站上面 放在他一台这个就是类似家用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电钢琴里面 那个带琴纵装置的啊 那就不说了 那这个Korg的这个Kronos 2 二代 这是曾经是这个Korg是这个 大家不用说了对吧 跟是Kolomi的这个旗舰版呢 曾经这个Korg是这个日系这个键盘三大厂家里面唯一一个做触屏的 它的PI系列也好呢 工作站系列也好呢 都是这个大触屏的这个非常爽 就是他就算他以前是没有做彩屏的时候 黑白屏的时候都是还是这个触摸屏 就是说这个就是Korg的一大优势 但是现在呢这个其他的两家呢 就是罗兰要么他也可以做触屏了 这个优势就没有了 接下来讲的就是罗兰公司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旗舰 曾经这个罗兰的这个Phantom G系列是我这个个人的一个梦想 特别想拥有这台琴 这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编曲功能 还可以接鼠标啊 这是这个很很bug的一个东西 而且它的琴件是那种很稀罕的一种象牙 象牙质感的那种琴件 这个Phantom G和Phantom X都是这个2008年以前非常碾压版的一个存在 这2019年出的这个这款这个Phantom 就是它名字又回来了嘛 不过是名字又回来又叫Phantom 是这个罗兰最新的一个旗舰型号 这个带出屏 就更好的一个手感 更好的音色 第四类呢 其实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合成器类的一个产品 这合成器类一类的这个产品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这个模拟电路合成器 比如说这种贵的要死的这种木格价的这个 这个合成器啊 动不动啊 就是那种 你看这个价格表 我给大家贴一下 动不动就是几万块钱的东西 对吧 而且就是其实 当然这个 Roland这个Kog呢 他们也有做一些这个千元级别的这种清明价位的信号 比方是这个Kog的这个Monolog 这类琴呢 一般是这种专业制作人乐手会选择入手 去合成一些他们自己想要的这种独特音色效果 有些那个作曲家拿来就是做配乐 做音效 做电子音乐用 还有一类就是这个采样合成器 其实这类产品呢 要么就是做成了工作站的信号 就比方说之前大家 比如之前讲过的这个Roland的这个XPS是吧 JunoDS系列的 然后Yamaha这个MX61 什么MOXF MODX Cog Cross这个等等 这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外形比较酷炫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什么就是功能比较特化的 比方说Roland出的这个XH 这个肩背式合成器对吧 这类乐器这个比较都偏向于这个现场演出 用比较多一些就是现场演出合成器 就是刚开始学习这个流行键盘演奏的小白呢 就我个人比较建议说你可以从购买一台 比方说数码钢琴也可以啊 或者一台这个编曲键盘也可以 或者一台这个工作站也是可以的 就是万一你往后要转这个音乐制作呢 对吧 这个关于这些琴的功能呢 有机会的话 就是在后面的节目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